嗨 我是肯恩 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 Malaysia即将要发布的 Honor Magic 6 Pro 听讲是3月20号发布啦 这样它出名什么叻? 拍照很厉害啦 很硬啦 screen很护眼啦 但是哦 有一点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有隐藏功能 就是 AI 对了啦 Honor也是有AI了啦 谁讲只有Samsung才有AI 如果你不知道哦 真的是等于白买了啦 这样我们直接来分享 5个我个人觉得 很实用的AI功能 首先 第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 叫做任意门 简单来讲哦 它就是帮你省下切换APP的麻烦 比如说咧 我现在要导航去这个地址嘛 OK 这个是我用普通手机的样子 首先我会copy啦 然后我推出APP啦 我去找Google Map啦 然后再点上面searching bar 再paste地址上去 然后最后点开始 这边咧一过一 二三四五 六个step啊 就整个过程变到很麻烦了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用了任意门之后哦 我两个step就搞定 长按copy地址 然后我拖 这个时候旁边就会出一整排的APP 拖去Google Map 直接帮我search好 还开小导航啊 两个步骤 step的各位 整个过程叻 是很流畅的 而且我还注意到它的动画 你看我点株 它照片会跟着我 然后我越往旁边去叻 它出现的蓝光就会越明显 就好像一道光在指引你 叫你去这边这边的感觉 打开APP栏目的动画 也很像打开一扇门的感觉 很生动有没有 比如照片叻 我们同样就是长按 然后拖 放stories 然后我一放哦 就直接帮我弄好了 写字就已经可以post了 平时我们要选照片 要进IG 划去左边推上来 再选照片 现在的步骤 直接帮你省略掉了 网页的字类也是可以 拖去Nerds 看到喜欢的东西 也是直接拖去Google search一下 Screenshot你都不用 帮你省买手机空间 那朋友一个WeChat 叫你去妈妈喝茶 妈妈地址按一下 就可以导航出发了咯 而且我还发现我拖的东西 是会影响旁边app的顺序的哦 比如照片影片 它会悠闲出现reels跟stories 网站文字它会悠闲出 notes 地址它会先出map 这个顺序排法 其实就是AI在做工的时候 反正这个功能的目的 就是帮你剪去Apps 去Apps的这些繁琐动作 OK 第二个功能就叫做 灵动胶囊 先不讲这个功能 我们有没有听过 但是我是觉得是好用的 首先就是听歌的时候 我们试一下 YouTube Music 开歌 退出 就会出现在灵动胶囊这边 等一下你还可以pause 上一首 或者是下一首 快点一下 回去页面 是不是怎样都比一个普通镜头 摆在那边有用呢 而且我的YouTube Music 也不用一直开着 我可以撕起来 要才打开 像是录音App也是可以的不 录到一半我推出页面 就会出现在这边 而且灵动胶囊是可以猫地叠加的哈 再来我在很忙的刷小红薯 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 也是可以直接点这边接 然后你也可以变大变小 不影响我原本做这个东西 第三个功能 开App 从此又整齐又快了啦 本来你看我的Apps 全部是乱七八糟到不能再乱了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这样去整理啦 点一下AI Suggestion 同类型常用的Apps 却被放在一个folder啦 然后你可以放大放小 这样的好处就是你点一下 就可以直接进Apps了啦 但是这个不是最牛的 最牛的是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进入 Apps里面的功能界面了 比如说Instagram 我可以set好哦 我每次点进去哦 它就是Postory的页面 YouTube我会点进去 就是看Shots的界面 Google Map我会点进去 直接GPS回家听嘛 怎样弄的咧 长按Apps logo就可以了啦 推出物推进 甚至Grab也可以 点一下直接到Grab Food点餐页面 再点一下到Grab Car页面 还有淘宝呢 直接到清理页面 或者一元秒杀大卖场 让你没有错过Promotion啦 A-Share和Malaysia Airline也一样可以 你拉出来 拉出来 点一下飞机logo 直接是BookFlight页面 再点一下就是买Booking页面了啦 这是很方便 省下很多步骤 第四个AI自动剪片 现在的我们不再需要剪影了 现在一台owner手机就可以搞顶 拍好的video选择好 然后你就按AI Instant Movie这个字 给一点时间它啦 它就会自动形成一支影片了 有音乐 有BlinkBlinkEffect 有框 还有DN这个字 如果你不想这个设计 也可以按Edit自己照一下 修一下 或者你懒惰的话 你可以选不同的Template 就根据心情你自己选不同的Feel啦 或许你会觉得剪出来的东西 有点太简单了 但是哦 当你赶时间 或者是像我妈妈 她不用剪你的手哦 手机里面有自动剪片功能 其实很好用哦 第五 智慧白胎 手机打横放就可以变成时钟了啦 还可以换成不同的Style 而且不需要充着电啊 打横放就可以了 OK这五个AI功能呢 是我个人认为很实用的 这样HONOR Magic 6 Pro买来呢 就已经confirm是有这些功能了的 但是旧款HONOR手机 可不可以也有这些功能叻 答案是可以的 HONOR Magic VS啦 HONOR Magic V2 HONOR 70 90等等都可以升级 然后用得到 影片解释之前呢 我先大致分享一下 因为我之前不是去了巴斯罗纳 然后全程整个Trip了十多天 然后我都是用这台HONOR Magic 6 Pro的嘛 我个人觉得最有感的有三个点 相机 屏幕 电池 这三个点 我一定要讲 相机今年主打的叫做鹰眼长焦嘛 就是可以拍到又快又远的意思 这个功能真的 很厉害 移动中的动物 小朋友全部都可以拍到清清楚楚 而且是在zoom到2.5倍 或者是5倍的情况下面拍到这些啊 像素最高可以到1.8亿 也有很多人问 100倍zoom这个东西还有吗 是还有的 没有被拿掉 第二个就是屏幕啦 今天咧我们就不要讲护眼了 因为护眼真的是讲到很闲了 所以我们讲耐衰这件事 Honor Magic 6 Pro它用的是巨蜥玻璃 是目前行业最耐摔的screen 它比普通玻璃是耐十倍的 所以我整个tip 我其实是没有特别骰扬它的 我简直可以用初用两个字去形容它 我就是这里cork到那里cork到 甚至我还跌在房间的地上 那个都不是初用 那个叫初爆 不是 不是 不小心 都没有是 就不用很担心 它会很容易爆平 这样子你懂吗 第三点 电池 用的是青海湖电池 这个我之前开餐就已经讲过了啦 很耐电 然后冷的地方也不会特别吃电 而且加上它的电池本身是5600毫安 就已经很大电了的 一天不charge也是ok的 好啦 AI功能就已经讲了 我自己最有感的地方 我也是已经讲了 接下来重点来了 这台机到底多少钱呢 等等等等 答案就是 我也不懂 但是我懂的是 他们真的是疯了 这台机3月20号发布嘛 但是我如果你在3月11号到20号之间preorder的话 然后你给一个定金66块罢了啊 你可以得到三样东西它的总价值是超过2200块的 首先第一个是定金膨胀 就是你给钱的时候你的66块 就会变成330块来抵扣 Sosotty的 Honor 五天笑 乱乱来 第二个你可以拿到的是 Honor Supercharge无线做从 Honor Wash 4 还有Honor Earbuds X6 第三个就是可以拿到一年的延长 warranty跟365天前后摔保账 我宣布 这次Honor的这个preorder 这是很值得 而且也很癫狂 如果你们有兴趣 你们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啦